第二课 锻炼 收获 首先 准确 明白 提 尤其 甜 阅读 老 老实 不少 同时 熟悉 环境 适应 想象 网 交通 逛 例如 砍价 国际 必要 交流 通 课文 一篇日记 9月9日 星期六 晴 时间过得真快 到中国已经两个星期了 这两个星期挺紧张 头两天忙着办入学手续参加分班考试 接着就开始上课了 现在每天早上七点钟我就得起床 上午差不多都有课 下午有时候也有课 没课的时候我常去买东西或者收拾房间 晚上还要复习做作业和预习 忙得连锻炼身体的时间都没有了 不过这两周的收获也挺多的 首先我对自己的汉语水平有了更准确的了解 来中国以前觉得自己的汉语还可以 没想到下飞机以后中国人跟我说汉语我听不懂 我说的汉语他们好像也不明白 分班考试的时候很多题我都不会做 尤其是填汉字一个也没写对 上课的时候阅读课文做练习老是要查词典 因为不少汉字都不认识 看来我的听说读写水平都还差得远呢 我首先得多练习听和说 同时还要好好学习汉字 第二方面的收获是熟悉了周围环境 基本适应了这儿的生活 不过上课太早还有点不习惯 学校的风景挺漂亮 宿舍比我想象的好 食堂的饭菜很便宜也不难吃 学校里买东西上网也很方便 不过自行车太多交通有点乱 原来我打算这周骑自行车去城里逛逛 可老是没空 下周有空了一定要去 认识了两个中国朋友小华和周明 也是我的一个重要收获 从他们那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例如怎么砍价 怎么打便宜的国际电话 以后有必要多和中国学生交流 这样不仅可以练习汉语 而且还能更多的了解中国人 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留学中国的头两个星期收获 还有不少 这是个不错的开始 以后一定得好好利用时间 一边学汉语 一边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 做个中国通 课文 一篇日记 九月九日 星期六 晴 时间过得真快 到中国已经两个星期了 这两个星期挺紧张 头两天忙着办入学手续 参加分班考试 接着就开始上课了 现在每天早上七点钟 我就得起床 上午差不多都有课 下午有时候也有课 没课的时候 我常去买东西 或者收拾房间 晚上还要复习 做作业和预习 忙得连锻炼身体的时间 都没有了 不过 这两周的收获也挺多的 首先 我对自己的汉语水平 有了更准确的了解 来中国以前 觉得自己的汉语还可以 没想到下飞机以后 中国人跟我说汉语 我听不懂 我说的汉语 他们好像也不明白 分班考试的时候 很多题我都不会做 尤其是填汉字 一个也没写对 上课的时候 阅读课文 做练习 老是要查词典 因为不少汉字都不认识 看来我的听说读写水平 都还差得远呢 我首先得多练习听和说 同时还要好好学习汉字 第二方面的收获 是熟悉了周围环境 基本适应了这儿的生活 不过上课太早 还有点不习惯 学校的风景挺漂亮 宿舍比我想象的好 食堂的饭菜很便宜 也不难吃 学校里买东西 上网也很方便 不过自行车太多 交通有点乱 原来我打算这周 骑自行车去城里逛逛 可老是没空 下周有空了 一定要去 认识了两个中国朋友 小华和周明 也是我的一个重要收获 从他们那儿 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例如怎么砍价 怎么打便宜的国际电话 以后有必要 多和中国学生交流 这样不仅可以练习汉语 而且还能更多地 了解中国人 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留学中国的 头两个星期收获 还有不少 这是个不错的开始 以后一定得 好好利用时间 一边学汉语 一边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 做个中国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